说多一件事就是刚才说断手指的那件事 好,我们现在回来,茫香快捕第三节 其实昨天非常多事情,不好意思,有点想再说 这群我一定要称为暴徒,就算有些怎样说也好 这群已经是暴徒,为什么呢? 他们经常说一件事,他们叫CCTVB,他们觉得TVB是不公道的 或者播东西是亲共的,他们追打CCTVB的记者也有的 打记者?他们已经决了一种无法,他们觉得那法律是我定的 我觉得这个人对我们抗争是不利的 不是不理他,是打他,昨天我们的友好以德生活的版主 都放了出来一段新闻就是说,不单是打记者 是打爆了人家的TVB的采访车 他们是没有法律的,没有法律底线,法律就是他们来的 他们是双重标准到什么地步? 你们说警察打记者不对,为什么你们又打记者? 你们凭什么这样做?你们凭什么去骂警察打记者? 警察打记者不行,你打记者也可以 是不是这么说?因为那群记者是报道你们的好处 所以警察打他就不对 现在你们看到,你们觉得TVB不是站在你一边 所以你们就可以打他,是不是这么说? 那你们和你们口中的黑警是毫无分别 他们就黑警,你们就暴民 是不是这么说? 你们是暴民,我现在说 这些真是暴民来的 好了,然后呢,昨晚我其实也看到一段,觉得很紧 为什么很欲紧,很紧张呢? 我都不断screan cap给大家看的那些 有时候跑步机都直接停一停 screan cap给大家看的最新情况 竟然去到沙田市广场,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会被示威者散入沙田市广场里面 因为那里占地又大,又多店铺,那时候还在营业着 餐厅,食肆,甚至乎那些店铺都还在买东西 没办法,因为那里是一个很大的商场 那些店铺仍然在营业时间,所以就不可以删掉它,不让人入 那我打开门都做生意,没办法封了他们 好了,他们后来就逼到进去了 其实有些人就说,为什么,那里是私人地方来的 有什么理由将那些示威者驱赶进去 在里面作出拘捕,或者怎么抓人 他们又不是在那里非法集会的 什么事啊,他们之前在外面非法集会嘛 这帮人是被警察逼,有些人在外面已经跟警察打中了 集警了嘛,已经有 商场是法外之地吗?现在 商场是法外之地吗?有很多人说话根本没脑子 你香港土地上 不好意思,我先说一下 不好意思,我先说一下 警察是,警察是在追捕一帮他们包围着的疑犯嘛 那是一帮疑犯走进商场里面嘛 那警察要走进商场,拘捕一帮疑犯 合情合理啦,为什么不可以进去呀? 他们在外面非法集会,警察想捉一帮非法集会的人,而他们逃避了入商场里面,所以进去咯 其实我的看法就是,有些人就乱这么说的 你其实进了商场就不拘捕了,为什么?你解释给我听 你说没有商场的authorization 其实商场都从来没有讲过这件事的 商场有讲过的就是说我们没有报警 他没有报警和警察有没有商场的authorization进去拘捕 是两件事来的 他可以没有报警都有authorization 你现在去问一下商场有没有authorization给警察进去捕那些疑犯 或者是逃避警察追捕的人 商场一定会告诉你,有的 不过现在他们的公关部门一定是告诉你,就是他们没有报警 但是他们没有报警不代表警察没有报警 警察,就是这么说,你在香港执法 其实去私人地方执法是要,就是那个业主找他 有窩论,就是会这样的,平时就是 但是在这个情况,商场一定会找警察进去执法的 绝对不会说,因为商场是一个租界来的 因为在租界,在租界就是有这个自外法权 我不会这样说的,就是其实就 就是不是,现在香港是没有这些这样的东西的 好认真这么说,其实如果警察在商场不可以执法的话 那我进了商场,我狂打我老婆都可以的啦 是不是? 其实香港是没有法外之地的,你明白吗? 除了那些领事馆之外 哪里会有香港警察不可以执法的地方 你告诉我 我当举个例子,如果有个便衣警察在那个商场里面走着的时候 他在那里走着,他看到有人偷东西 偷了人的银包,那他就不可以捉住他 他就不可以直接拘捕这个人,你告诉我 你说商场不准,有没有警察商场什么东西 那时候,那时候用不用啊? 这些说这些东西的人,他是没有common sense的 就是没有一个普通的常识 其实行common law的地方,其实是需要一般人有common sense的 如果没有common sense的人在那里乱说,其实是很大件事的 就是还要质疑警察为什么在那里执法 喂大哥,你有没有常识的? 那帮人在外面,又扔腐蚀性液体,又挑衅警察 还有,有一条执街叫做立法会议员欧乐軒 叫在前线的示威者全部要戴上口罩 为什么要戴上口罩啊? 你戴上口罩,你不是防不了那些胡子喷毛的 就算是,你戴口罩干什么?就是冲击警方了 其实你有预谋冲击警察嘛,有预谋挑战香港的公权力嘛 喂,还有这个立法会议员欧乐軒 他这样说的话,其实我认为警察,香港政府是在拘捕这些贸易的 因为你是,是不是策划,起码都逗他48个小时 是不是策划这件事的? 喂大哥,现在香港政府就是软弱到一个泛民议员都不敢抓 喂,其实是不适合的 如果在外国,有些政治人搞这样的事情 第一件事,警察就会抓那个政治人 这个是事实来的 还有一个,有些人就说 喂,为什么警察冲进商场里面,抓人不断打,搞到商场大运战 喂,如果那帮人觉得自己是没有犯罪的,或者怎么样的 那就举手投降咯,那他们为什么要反抗啊? 喂,你们警察冲进来都没动手,他们已经是 当那些傘,不断投摘傘,雜物,不断扔,不断打了 喂,这帮人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普通的示威者的,或者怎么样的 那你就不要反抗咯,是不是啊? 喂,还说要留一条,为什么不留一条路给那帮人走啊? 喂,这帮人在外面打了七彩非法集会的,让他们走? 一开完party,还要等他们慢慢走啊?打完警察不用负责啊? 即是等于叶继欢,或者桂炳红打完劫冲进商场,警察围图报 他可能站出来说,你们不让我走啊?为什么你们封了这些路啊? 这样啊,你神经的,这些什么是道理啊? 你真是,是不是啊? 而且你们走进去,其实你们是准备了 无辜的市民做这帮人的人肉盾牌 我说,你们是拼警察不敢冲进去捉你们 你们以为变回良民,弹出弹入 你们是这样做的,你们的心是打一条这样的算盘 是啊,绝对是,还有他们的宣传组做一些很可乎的事 其实他们怎样呢?在这个新城市广场里面 这件事应该是发生的 有一个妈妈拖着女儿 警察就用警棍,他拍到一张照片了,现在是黄丝那边的人 警棍就对起了,叫那个,叫那个,孔子客那个女人和他那个女儿 其实,保护着两个女儿,说错了 但是呢,给那帮牧尼拍一张照片,就在那里作故事 是吧? 就算 不好意思啊,细枝,我先说一下 应该呢,那个警察呢,因为为什麽是指着 拿着那个,穿了全装的警察呢 不断指着上面的样子好像很凶狠那些 他是在叫上面那些人不要扔东西啊,其实他是 他在保护着这个爸爸带着两个女儿走啊 所以我就是这样说,他们现在不断乱的故事 大家看到的东西,他们黄丝拍到照片出来 说的故事,根本就不是事实的真相来的 所以我为什麽要说这件事呢 其实,喂,你就算是这样指着叫人家 叫那个爸爸带着两个女儿走 他有什麽问题啊 他的态度不会是指向,我不相信香港 香港的警察是会这样指马一个无辜的市民 我其实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真的很认真地说 其实香港的警察是非常专业 我现在可以在这儿这样说 还有,梁文他是不敢搞的 香港的警察 当镜头拍着怎样这样啊 还有他们这些警察身上很多都有戴着镜头 现在,其实如果他走必有两个人 他就一个人有镜头 在他身上的 他对市民的态度 香港警察对市民一般市民的态度是非常之好的 你说他的警察是黑警,不是啦 我自己都警察都帮过我 有一次我差点,因为香港太热 我差点暈倒 警察都会帮我 不只是香港警察 因为我身体比较肥胖 我在热的地方是很容易出很多汗 还有会暴力不稳的 在香港的时候 我是试过有警察去帮我的 我认真地说 我在北京的时候也试过有警察 有公安帮我 其实 一般市民 是不需要说警察是黑警 因为不是 绝对不是的 香港的警察不是黑警 现在他们说警察是黑警的人 根本就是在诬蔑香港警察 没错,他有时可能会用了一些过分的努力 但是香港是有监察他们的制度的 你七警和朱经纬为什么会落祸 就是因为香港的制度是有行之有效的 现在你们这些人是不断破坏香港的有行之有效的制度 这些所谓的争取民主的人 原来在破坏香港的制度 就会争取民主的 我真的这个逻辑我是看不到的 他们是恶过七警 恶过七警和朱经纬 他们可以打记者 打TVB记者 这个离谱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刚才的社长说的那张照片 例如潘小涛 什死士 徐少华 很多这些人在说 你看一下 就是因为警方 迫示威者进到商场 在商场开战 所以就会吓到这些 小女儿无辜市民 都会受到警方 那些差点受伤 喂 那帮示威者 如果他们真的不是暴徒的话 就进到商场就不要动手了 是不是啊 他们有份动手的 只是警方动手 警方进来的 见人就拉 见人就拿锁带锁住的 好 你们说你是暴徒嘛 那你就找律师咯 是不是啊 那么多律师说要帮你们 为什么要打 为什么要反抗啊 那你们会危害到香港市民的 保护香港市民 你就会动手咯 那我另外有说一件事 就是关于断手指这件事 那有些蓝丝 猪队友 那些网站立刻就找一张台湾的照片 就说这只手就是台湾 就是那个断手指的警察那个照片 那结果立刻被球验传媒找出来 这个真是一个近来第一的网媒 我们是要称赞 因为它是力求真 就说这个蓝丝的 传出来的照片是假的 那黄丝又欢天喜地 于是立刻有 连张照片就说 那个警察的手就被个示威者咬断的 就弄了个白衣的阿伯 就被两三个人抓住 有一个就勾住他 那个嘴 所以他就咬断了手指 为什么他要 咬断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那个 警察就想 挖他的眼 所以呢 就咬断了他的手指 这样说 现在流传是这样 而这个人就被证实是说是人民力量的人 是这个欧阳英杰医生自己也说的 那么他们 于是就说 看警察警察 警察就咬断他的手指 然后呢 在蓝丝那边呢 又弄了一张照片 说之前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 因为这个 这个大汉呢 就按着警察 找一把嘴巴 不停地打他 这个 这张照片就不知道是否同一个人 因为这个阿伯那时候 弄着口罩 不过看衣服衣服是同一张照片 是一样的 跟那个咬断人手指那个阿伯 而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双方 为了拿道德高地 就只是想讲我们 只是展辑我们 展辑给你们听的东西 不会把整件事说出来 在这里误导群众 希望告诉大家 我是对的 他是吵的 议员完全全没想到 现在这个局 你们是不是想打下去 你们是不是想这样继续伤害香港 不要像小孩那样 他们觉得呢 他们每一次这样打完呢 他们是走 有得走呢 是常态来的 你看看那帮立法会议员 其实再早多一点的时间 我想大概都没日落 我正确时间 我不太记得了 好像有十几个立法会议员 一字牌在坐马路里 叫警察不要用暴力 或者要让他们走 不是吧 霸占完马路非法集会 要让他们走 拿武器打的 要让他们走 有没有搞错呀 这个是什么世界呀 这样玩完要走呀 喂 你们不是很好处 喂 如果你们 当你们好像黑社会 还是怎样 那些江湖人士仇杀那些 喂 又行不行呀 有没有可能呀 喂 你们每次被警察打 有警察打到你们的 你们就不断骂 不断骂 喂 你打他 喂 他要复却了 那你们说要走 不走不行 啊 接着又好笑了 有些网友都pm了我们 接着又说 哦 好了 你们说一字排开要保护示威者 又怎么样怎么样 咦 到了他们 十字路口被人逼到 三边封逼到 十字路口的时候 咦 为什么 刚才一字排开保护你们的 那些议员呢 闪了 他们又有路走呀 你们又走不了呀 啊 这下真是正裁 究竟他们是不是真的保护你呢 喂 回去压照呀 这些泛民议员 是不是呀 水你就会出来抽 我看到一个就是 当警察几乎被人打死的时候 有一个貌似 朱凯迪 的人走出来救了警察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是 我不是你的呀 那个记者来的 如果大家去看 那个记者来的 那个记者来的 除了有个记者之外 还有一个人去救他 我不知道那个是记者 不是啦 朱凯迪 朱凯迪不在前线的 你看错了 因为他也是瘦猛猛的 而且蒙 一定不是的 他是记者来的 那个戴着蓝色头盔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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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 就这样传给我的电视 我看了很多 我都回到 copy and paste 就算了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 这些绝对 绝对 绝对是暴徒的 我说多几次 接下来还有其他光复行动 我觉得 你是不是又是想继续是这样呢 我觉得 如果 我看到其实 我都有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在group里说 一定有一次大规模 不用跟他们打的 快速将他们 这个用索带反手绑起 逐个的 起码 30人太少了 我看了最新的报道 拘捕了超过40人 你不拘捕过100人 超过40人 你不拘捕过100人 非法入境者 整班 索带反手绑完 然后叫他们蹲下 一字排开 一堆拍到给人 背着拍背脊 这样要示众才行 这帮真的是暴徒来的 你不要再跟我讲 差不多 差不多 这一字时间差不多 是暴徒的 真的是暴徒 不过你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我们要讲下一节 大家休息一会 我们再讲下一节 因为这件事就是太多东西 休息一会